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诗篇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的第三诗篇 这首诗也是大卫的诗 诗篇里边大卫贡献了一半 大卫写了七十多首 对,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 这是大卫的诗 诗篇一共是一百五十首诗 耶和华啊,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名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 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我平时,我凡事平顺 便说,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啊,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演了面,我就惊慌 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将我的灵歌颂你 并无助声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这首诗 大家通读下来呢 应该会觉得啊 这好像是不是大卫 做了什么错事 是吧 然后呢,被神管教了 然后呢,向神认罪 然后得到了神的医治 然后又称谢神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思路 是吧 其实诗歌大家要注意啊 诗歌是文学性的 它会用到很多修辞手法呀 比如说比喻呀 重复啊 排比呀 夸张啊 等等是吧 但是呢,诗歌它也是有 这个内在的逻辑的 这个无论是 外国诗还是中国诗 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 都是有内在逻辑的啊 大家可以到我的那个 蒙福故事书 蒙福故事书的会员频道 这个金牌会员里边可以看 我有讲啊 就是鉴赏诗词 我是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来讲啊 鉴赏诗词的 这个需要掌握的基本的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这个技能 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可以加会员去看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首诗 真的是大卫的一首 这是一首敬拜的诗 也是一首忏悔的诗 也是一首赞美的诗 那背景应该是什么呢 基本上大家都认为啊 这首诗的背景应该就是呢 这个大卫 他国力强盛了之后 大家还记得吗 他不是就骄傲了吗 大卫是人啊 是吧 人的罪性啊 一到适当的时候就会冒头 他就是凡事平顺 便说我永不动摇 他就骄傲了 在历代志 历代志上里面 大家回想一下啊 你可能记不得是哪一卷啊 或者哪张 但是你应该能够记得这个故事 因为我们前面都讲过 都已经读过了 就是他当时要数点 这个自己的军兵 当时那个约压 他就说你不应该这样做 是吧 但是大卫呢 以这个国王 这个权威逼迫约压 你去给我数点 因为你你不应该数点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的圣民 是耶和华的军队 你又不打仗 又不干什么 你数点这个就是为了 你看啊 我我我国力强盛了 你是你是想荣耀你自己 结果呢 大卫就出弄了耶和华 因为啊 骄傲是人最大的罪 骄傲是人最大的罪啊 你做了国王了 你成了业界的精英了 你成了这个大科学家 大文学家了 是吧 你成了大思想家了 然后你就说 这个都是我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是我自己的勤奋努力 你成了大富翁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啊 这个这个勤劳 我自己智慧聪明勇敢 所以你就炫耀你自己 我凡事平顺 我就说我永不动摇 我要让世人看到 我的啊 这个这个业绩 然后让所有的人都来崇拜我 这这是最大的罪啊 因为你就忘记了神了嘛 所以耶和华就 要惩罚大卫 大家记得吗 就问大卫是吧 你给你三种 你选哪一个 大卫说 我愿意交在神的手中 还想起来了吧 所以当时呢 就是瘟疫嘛 其实是大卫就是 他是选择了瘟疫嘛 就是选择瘟疫 就是他要 和 以色列的百姓一同受苦 因为你想要战争啊 饥荒啊 他作为国王 他都其实都可以免于受苦嘛 所以大卫呢 还是非常谦卑的 承认自己犯罪啊 那么这样呢 大卫忏悔 悔改 向耶和华悔改 然后耶和华就止住了 止住了这个瘟疫 然后大卫呢 就率领 以色列人来献祭 献殿也就是啊 那个时候 虽然没有圣殿 但是大卫 其实他一心是想给神 这个建造圣殿 就准备建造圣殿的 一切的圣物啊 所以这个是呢 这个大卫向神献祭的时候 忏悔 同时也是赞美啊 耶和华啊 我要尊崇你 我要尊崇你 我不我不再 把我自己树立成偶像了啊 我不要荣耀我自己了 因为你曾提拔 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当我在被追赶的时候 被逼迫的时候 你拯救我 提拔我啊 让我在仇敌那里得胜 可是没想到 我自己得胜了之后 我却啊 我我我犯了这样的罪 是吧 我归归荣耀给我自己啊 我却向啊 世人来夸耀我自己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叫瘟疫啊 是吧 然后大卫就向神呼求 认罪悔改啊 神就医治了嘛 耶和华啊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你看注意 大卫说的是把我的灵魂 因为人一不小心 一骄傲啊 然后呢 就你的灵魂就会堕落 你的灵魂是 像是人的一个 一个堕落啊 说人的这个 败坏 其实就是灵魂的堕落 灵魂的 你不认识神了 你的灵魂 堕落了 进入到阴间了 那能够 说让你的身体 毁坏的 杀掉 用刀啊 用各种来杀你的身体的 你不用怕 但是唯有呢 让你的灵魂 不能得救 你才应该要害怕 你不能让你的灵魂 到阴间去啊 而只有谁能拯救 我们的灵魂了 只有 耶和华 只有我们的神啊 耶和华的圣民呢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 哈哈 就你们 你们呢 就不要 不要像我一样 不要跟我一样 是吧 我们啊 去寻找人间的偶像 无论是 拜人呢 是吧 还是啊 这个拜金牛犊啊 是吧 还是某种什么理念啊 主义呀 是吧 或者是什么某种感情啊 是吧 这个什么亲情也好 友情也好 爱情也好 家国情怀也好 所有的这些 都是偶像 你们应该要纪念 称赞歌颂的是 耶和华 而且 千万不要说 你受到了惩罚了 你就哭天喊地 你就说上帝啊 你不爱我了 你上帝啊 太不公平 上帝我犯了 这么一点点小错 你怎么就将 如此大的灾呢 我们会发现 人都是这个样子 是吧 哎 然后自己犯了罪啊 然后不会认罪悔改 反倒的 撒泼打滚啊 然后这个一块 闹三上吊 哈哈 但是呢 大魏 他说 耶和华是什么 耶和华 他的恩典 他的慈爱 是永久的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神真的是心肠特别软 神对人的爱 那真是 常祸高深 他神 神的忍耐啊 我们我们读这个圣经 特别是读旧约 很多人读旧约 啊 稀里糊涂 真的是啊 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有问题 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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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读不懂 所以你读旧约 看到的是神的残暴 看到的是神的愤怒 其实你要是真的读懂了旧约 你就会发现 你看到的应该是人的无耻 人的堕落 人的 互恶不圈 人的 反反复复 循环的败坏 以及神的忍耐 神的恒久忍耐 以及神的那种持续不断的那种教育啊 那种耐心啊 哇 我们说我们做父母也好 我们做教师也好 你要想做教育 是吧 你跟 跟 哪个教育家去学呀 是吧 跟神学 跟神学做父母 跟神学做教师 跟神学 怎样 成为一个 好的教育者 你说你想做心理辅导 是吧 你 你 你这个 要做一个心理医生 如果 一个心理医生 他要不认识神的话 那么这个心理医生 你一定要 有多远 离他多远 因为他绝对 不能医治 你的心理疾病 我并不是反对 心理医生啊 而是有一个前提 大家记住啊 心理医生 一定是要 认识神的 比如说像我这样 认识神的 虽然我没有考 什么心理证啊 但是 我有神 发给的 那个证书 就是如果 你看那些心理医生 他们不认识神 那是 他给你进行心理辅导 你的 你的 你的心理疾病 绝对好不了 你就会想 你想一想啊 那些心理医生 为什么 他们 给一个 这个 这个 病人 看病 要长达 几年 十几年 几十年 最后 看着看着 还看不好 然后 他们自己 心里有问题了 啊 还有 还有 有的牧师 也是 啊 那他 牧师出了心理问题了 为什么 因为很多牧师 他们自己 也是 并没有真的 倚靠神 大家不要觉得 说一个人说成了牧师了 成了基督徒了 然后呢 他肯定 他就成了神的代言人了 不是 如果他不倚靠神 那么他 就是敌基督的 他只不过 他的牧师身份也好 他的什么神父身份也好 传道人身份也好 只不过是一个外衣而已 大家这个呢 也可以去我的这个 蒙府故事书里面 会员频道 会员频道里边 我们有一讲 就是讲 美国 最好的 仍然现在还见在心理医生 欧文亚龙 他就不认识神 然后呢 我们 我在那个会员频道里有一讲 就是分析欧文亚龙 他为什么不认识神 他不认识神 给他的这个心理治疗 带来了什么问题 所以最好的心理医生 就是 神 最好的 宝典 包罗万象 就是圣经 这是圣经是最好的药 他可以医治我们人间百病 这个百不是须止啊 就是所有的病 人间所有的病 无论是这个社会的病了 还是某个国家病了 还是某个家庭病了 还是某个人病了 某个组织病了 圣经里都可以找到药 最好的医生 最好的药 你要体会到他的爱啊 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我们千万要汲取大卫的教训 所以你看大卫很诚实的啊 他说你看 你看看我 我凡事平顺 我便说我永不动摇 我就高举我自己 我就骄好 我就要荣耀我自己 我就要夸胜啊 耶和华啊 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演了面 我就惊慌 现在大卫终于懂了 是吧 其实我所取得的这点成就 是吧 那都是因为耶和华 时恩才让我的江山稳固 才让我成了以色列的王 才让我国里强盛 可是一旦我骄傲了 我夸耀我自己了 那神 神 神很知趣啊 是吧 你不需要我了 你说这是你的功劳 好吧 我走了 神向我颜面我就惊慌 这一切那些就土崩瓦解 大家想想是不是 我们每个人也是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你看 我们一旦有点什么 我们就会觉得 哎 你看我多厉害 是吧 哎 你看我多棒 我好棒棒啊 是吧 然后你心里的骄傲 就滋生起来 那么你就会发现 哎呀 骄傲怎么样 你就马上就会跌倒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夸耀你自己了 你必然的就会跌倒啊 我们常说说 骄傲是这个 这个什么什么 骄傲是失败之母 对不对 为什么 根源就是在于 你骄傲 你就离开神了 神也就向你掩面了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吧 不禁让我想到 这个约伯 我们发现吧 原来做上帝的儿女 就是这么好 你可以跟上帝撒娇 是吧 你救救我吧 你别不管我 你不要掩面 是吧 不要离开我 如果 如果 我 我 我这个被害流血 是吧 然后呢 我 我死了 是吧 到尘土之中 那 那我 尘土还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所以你救救我吧 救救我 然后我悔改了 然后我就还可以去 这个称赞你 然后向众人去传说你的诚实 想一想 约伯记里面 约伯是不是 也像耶和华这样说过 在世片前面 大魏也有好多诗里面这样说过 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 有人说 那我对神 这个说什么都行 对呀 你心里怎么想呢 就对神说你在神面前要诚实 哈哈 有人说 那我 我想责备神行不行啊 怎么可能不行呢 神都允许你责备神 对不对 而且 而且你要这样想啊 就是你责备神 你责备神啊 你向神抱怨 诉苦 是吧 撒娇 是吧 跟神生气 是吧 其实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跟神仍然还有关系 对不对 大家想想过没有 这说明你跟神仍然还是在这个relationship里边 是吧 说明你心中还是有神的 所以神就不会对你掩面不顾啊 哈哈哈哈 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啊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送你并不住生 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你就是这样 你向神祷告 你认罪悔改 你请求医治 你寻求帮助 你呼求连续 那神就会把你的哀歌变为跳舞 把你的麻衣脱去 给你披上喜乐 麻衣就是什么 认罪悔改啊 是吧 爱就是给你披上喜乐 神 神的恩典就是这样 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只要我们 啊 倚靠神 哪怕我们罪行累累 但是 如果我们向神认罪悔改 那么神 就会 赦免我们 真的 你当然你必须得是真心的 你不能像那个 这个哈姆雷特里边 那个哈姆雷特的叔父那样 是吧 去忏悔 忏悔的目的是什么 那我忏悔了 我就没事了 是吧 你不能那么想啊 你 你就是忏悔了 神会啊 这个原谅你 宽恕你 但是 你的那个 罪的那个 那个果子 是吧 你还是要担当责任的 你还是要担责的 就是 这个责 是不能免的 是因为神是公义的 你自己 你要怎么样 就是你一人做事 你当然要一人当了 人的特点就是什么 做了事不想当 不想担当 这个就是从 亚当夏娃 这个偷吃禁果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啊 都是你推给我 我推给你 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 这是人 人类的 这个最擅长的一个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OK 好 下面呢 我们一起 再把这个第三十章 再一起来读一遍 耶和华啊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 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啊 你曾把我的灵魂 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 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灵呢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灵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 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便说 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啊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啊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 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呢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啊 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啊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 变为跳舞 将我的蚂蚁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声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今天呢 是我五十岁的生日 哎呀 真的 这个时间正好 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在美国 都是我的五十岁的生日 的这一天 耶和华啊 我要尊重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 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回想我的五十年 我真的也是 罪行累累的五十年 我就不跟大家 列数我的罪行了 但是神 是吧 但是神 他医治了我 甚至在我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没有寻求神的时候 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 神一直在看顾保守我 而最后神拣选了我 让我这样一个外邦女子 成为了蒙恩的Ruth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英文名字啊 我一开始是沙拉美 后来是斯加利 再后来改名为Ruth 路德 就出自路德纪 我是一个外邦女子 我是一个蒙恩的女子 耶和华的圣民呢 我的弟兄姊妹们 你们都被神拣选了 我们就都成为神的圣民了 我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今天呢 我的生日 我要做工来纪念 神的恩来纪念 我的新生命 我一直都在说 我五十岁要开始新生活嘛 我真的是五十岁开始了新生活 神要让我教圣经 神要让我教中文圣经 教英文圣经 在我二零一八年的时候 二零一八年的新年 当时新京报邀请 国内各界的文化界的人 一起畅谈新年梦想 当时我有三个新年梦想 第一个新年梦想 我说我要能够穿着促心的鞋子 我当时用比较这个 这个诗意的表达 因为我本质上 我是一个诗人 就是我说什么 意味着人已经老去 就是当你要描述梦想 是涌现出来的都是目标 然而我并没有老去 新的一年 我有三大梦想 我梦想穿着促心的鞋子 周游世界 我梦想做一个肋骨 顺服我的亚当 我梦想 Bilingual Education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 那是我2018年新年元旦的时候 在新京报上发出来的我的梦想 三个梦想 感谢上帝啊 大家从我这个梦想能看出来 我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 我是2017年受洗的啊 2019年 我周游了世界 欧洲 美国 亚洲 然后2021年 我遇到了我的 那个亚当 我做了一根顺服的肋骨 斯蒂文 跟斯蒂文我们两个人呢 这个我也 这几年啊 已经快要三年了 我又有很多很多新的 新的啊 这个见证 回头给大家分享 然后 2024年 我实现了 Bilingual Education的这个梦想 大家知道我前两天不是在说吗 我开了一个新的课程 就是呢 用英文 讲解英文的诗篇 多版本英文的诗篇 现在还在招生啊 因为刚刚开始啊 正在招生啊 仅朝七个人啊 然后 每周 直播一次 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啊 然后和我的一个啊 语言学博士的学生 和 艺术的啊 这个硕士的学生 做特邀嘉宾 因为他还是个诗人 我们 我们 我和语言学博士 这个心仪 我们两个人主讲啊 另外一个人是特邀嘉宾 哇 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臣啊 这要一直一直做下去啊 而其实这个招生 招多少无所谓啊 就是我就最多不超过七个人 但是如果招不上人来 我们也照样 因为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月之后 前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月了啊 做了一个月之后 我们发现 哎呀 这么好 这么美 这么有价值 我们小范围的分享一下吧 我们招几个人吧 啊 就是这样啊 哎 感谢上帝 那个时候 2018年的时候 我还没有想到 我会是要 双语 中英双语 交圣经 但是路就这样 一点一点的清晰出来了 未来 我的规划 是吧 是的呀 那我就又产生了 因为我那么新 这个梦想实现了 我就又产生了新的梦想 新的梦想就是什么 我我知道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知道 我知道我要做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了 我要干什么 在未来的五年之内 我要 完全的转型 进入到全英文的 听说读写专业的 教育 文学 啊 文学教学 啊 专业的教育 心理 是吧 以及 眼睛解睛的领域 求主保守 愿主光照 哈利路亚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是吧 因为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 将我的蚂蚁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让我的灵歌 让我的灵歌送你并不住声 我希望神再给我五十年 让我五十年里边昼夜不停息的 思想耶和华的律法 为主做工 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枝叶清脆 按时后结果子 凡所做的 尽都顺利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因为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出 今天也是我的生日吗 是吧 也是我的 蒙福故事书里的一个新的节目 开张的日子 也就是我用这个节目 开一个新的 就是我邀请我的朋友阿信老师 专门研究教会史的专家 来做主讲 和我 我和他一起 在我的频道上 每个月 大概讲一次或两次 讲中国教会史 阿信说 我们二月十八日 你不是说你的生日开始吗 那就这样 我们就讲陶行之 也是一个教育家 也非常有意义 阿信觉得 我也差不多算个教育家了 神要让我成为教育家 我就是一个教育家 教育者 一会就直播 欢迎大家参加直播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爱你们 我是Rose 史金霞 今天是2024年 二月二十八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者发布的节目 分享出去 欢迎大家加入我的会员频道 加入我的这个英文诗篇的这个课程啊 然后呢 也欢迎大家PayPal 或者是WeChat赞赏支持我的施工 爱你们